特朗普上場 英國脫鉤 怎樣影響回事的表演 後市應該注意些什麼 今集請你交引香港經濟及策略師 袁佩儀和大家分析一下 你好 看環球這裡面有很多事情發生 特朗普準備上任 你之前說過 覺得美元太大很不滿意 其實開始發生很多言論出來 你怎麼看整件事 可能爆破上場之後會怎樣 特朗普今晚應該會有個演說 全球都會忙著 看回之前 由他當選到現在的言語和說話 他主張政策有很多矛盾點 如果今天他真的說參考歷史的數據 任何新總統上任都好 會市和股市都是有些少許回落的現象 不出奇 還有其實那個美元 由11月開始都一直有強勢 所以看回如果今晚特朗普 他講一些話 都是說回以前同一幅說話 都是會見美元回落的 因為始終他這麼久以來 當選到現在 他講來講去 都是說要減回債務 然後又要加大基建 就是不同的事情 但是他是沒有進一步的計劃出來 是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藍圖出來 所以其實之前 當他第一次提出這些政策的時候 市場當然是樂觀 因為這些是利好我們自己的國家 變成一個名言上升 但是其實這麼久以來 他仍然還沒有一步新的藍圖出來的話 市場會開始失望 還有看回近期那個市場 是比較審慎一點 是反映到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來講 這兩天 那個會市和股市 應該有一個小回落 就是 看回剛才我聽過 你可能說 美匯可能有機會穿回 就是你怎麼看 其實因為現在 我們會大概在100% 接近101%的水平 你說今晚他如果真的 完全沒有新意 市場真的會很失望 這個會落回 即穿100%是不出奇的 但是你說 長遠來看整個走勢 都是真的看回今晚的事情 因為今晚他講完之後的說話 那回事的走勢 就會一直會繼續下去 但是不會特別 穿一個很大的波動情況 不會 除非他講一些很突破性的說話 但是其實整個會市的走勢 都是跟回經濟的基本面 其實美國的經濟基本面 其實不錯 看得回 所以你說大跌就沒有 但是那個上升空間是不大 這個是短期的事 是 但是長短一些 其實會不會都說 都叫做看好的 還是怎樣 這個真的要看回 它新政府那個落實的步伐 即是落實新措施的步伐 還有看回環球的狀況 因為始終未會的走勢 不僅是美國自己 都會看回其他國家 例如歐洲 那如果你說今年來講 都是之前市場炒過很多次 就是歐洲大選 今年是很多大選 這個要注意 那你說大選情況 是否樂觀 暫時來看 就一般 因為始終大選 比較熱門的人 算是比較民粹主義 可能會偏向離開歐盟 即不是那麼親近歐盟的方面 所以如果真是他們能夠當選的話 歐盟的前景都比較不穩定 整個體系都比較偏弱一點 所以如果歐洲那方面 三月份又弱了的話 可能又利好美國那方面 即美國美元那方面又會利好 即是一個好像拉扯一樣 是的 但問題回到第二個 剛才說過 即是他講一些 可能都經常前後矛盾 是的 即是會怎樣影響到市場這件事 會很繁複 因為看回之前 他就說 即當他想參選的時候 他是想說 我一定要減低政府的支出 因為那個債務真的很大 但他另外一方面又說 我一定要增加這個基建 因為去刺激國內的經濟增長 但這件事是矛盾 因為你始終 如果增大這個基建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比較多的支出投入 增大這個基建是好的 可以有開創更多的就業 但如果這件事有矛盾的時候 他一定要取捨 那債務方面 其實美國一直都是偏高 這是很難解決的問題 其實不止美國很多國家的債務是偏高 但美國的債務比較嚴重 因為他們債務基本上是佔了GDP 超過18% 但這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所以如果特朗普來說 我相信他要解決是短期問題 所以他應該都是主張 偏向要搞基建方面 大過著重債務方面 你之前有提到 不滿意美元那麼強 但問題是 你又說要一列加幾次 那美元就會那麼厲害 那你又怎樣 其實這就是他第二個矛盾點 就是因為他一直主張貿易保護主義 他就看到 說糟糕了 現在美元那麼強 其實對我這個主張是不利的 那因為美元那麼強 你出口不太好 所以他近日又出來公開說 或是推特也在說 美元太強了 不可以這樣 但是他之前參選的時候 他有說過聯儲局和爺良 那方面批評說 你們加息步伐太慢 應該要加息步伐要快些 那其實這個另一個矛盾點 就是你當你加息步伐快的時候 其實美元那裡一定會高的 那因為吸引一些投資者 去投資美元那方面 那變成這些矛盾點 我想他自己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計劃 他自己想怎樣去進行這些事 所以他經常有不同的言論出來了 那問題是市場 可以怎樣跟著走呢 純粹說這要跟這邊 這個所以看回今年 那個美匯的走勢是比較波幅 就是波幅會很大 還有比較不穩定 可以說 所以市場最重要是看回經濟層面 因為始終那個美匯指數 都是跟回一些經濟數據出來的 那經濟數據應該都不 正常來說 不會有一個太大的差距 例如說失業率不會突然間跌了 或者升得很厲害 所以這件事可以留意 還有通脹方面 通脹預期其實都是比較平穩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 會否真的突然間刺激到通脹 那這件事是不會一兩季之內會發生到的 所以看回經濟數據會比較好 如果你說美匯可能穿100 那其實會不會有利好其他國家的事 會的 會的 其實看回近期 尤其是歐元方面 歐元的經濟表面上真的挺好的 是不錯的 通脹都回來了 而且都幾急下降 但它現在已經超過1.1%左右 所以現在其實美元有一個 走進一個回落的格局 可以說 歐元是一個反彈 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所以短期之內 歐元應該可以上回1.07的水平 不出奇 你看回那些磅 之前說我們要硬脫勾 大家打算那些磅一定會掉下去 但不怕要升回 其實跟特朗普說 我不滿意強美元 還是其他原因 其實英磅是比較有趣 因為之前文翠先生 其實說回整件事脫勾的事 由6月開始 投票公投化脫勾 英國那方面投票的議員 是脫勾之後 文翠先生他自己就是想 政府自己啟動脫勾程序 但是高等法院 其實11月那時候 就說不可以做這件事 即他們不可以自行啟動 文翠先生為了這件事 其實而上訴 其實現在市場都在等著 那個上訴的結果 是否真的 政府不可以自行去啟動這個脫勾程序 其實等著上訴的時候 文翠先生上個星期突然間自己公開場合第一次說 最後那個決定權都是交給國會 所以令到那個榜是有上升的 如果你說那個上訴決定 其實是下個星期二 即24日會出 如果那個上訴結果真是成功了的話 其實都是變回脫勾程序 就是on schedule 變成那個榜是會繼續回落的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上訴結果是失敗 那都是繼續拖勾程序 因為如果上訴失敗之後 一定要回國會 國會那裡其實比較親歐盟的 其實是會對歐盟利好 反而對英國就一般 所以這個前景都是比較反覆一點點 可以說 但是英國自己的經濟層面是不錯的 可能整個市場除了歐元可能會好些之外 其實美元或者磅都未必猜到它怎麼走 是的 很多反覆 就是很多猜不到的事情 因為始終美國方面 特朗普自己說話真的是一時一樣 這個市場真的很難估計 而英國方面也是 文翠先生脫勾的程序 就是那個決定權 一時就說要自己啟動 一時就最終交給國會 這個事情都很難去判斷 但是其實英國各方面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始終英國脫勾 需時是比較長 至少兩年 還有其實英國脫勾的話 基本上是對英國經濟 不會有太大的負面影響 是市場 心理上影響會很大 很怕脫勾會不會很差 其實不會 因為對比英國和歐洲那邊經濟 其實英國真的比歐洲方面好 暫時來看 暫時看最弱 應該都是美原來弱 不是說很弱 它沒有一個再進一步的上升空間給它 這是頂奇的意思 對 即是長線都未知 長線都未知 長線真的未知 世事真的很難料 因為今年的太多不穩定因素 明白了 謝謝 好的 谢谢大家